您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 高雄的新闻消息 桃园新闻来看到台湾第一所以国家重点金融领域成立的国际金融研究学院 总统蔡英文是亲自接牌 由国立中山大学所促成的产官学合作 共同来打造坚强的国家队 期盼透过创新商业模式实作及全英语的教学 培育国际资产管理及国际化营运管理人才 请将精力投入 台湾第一家由产官学吸手组成的国家金融研究学院 在总统蔡英文 高雄市长陈其迈和金融机构等代表的见证下 正式接牌启用 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所促成的产官学合作 共同打造坚强的国际金融国家队 以金融创新与实作并重 培育国际资产管理与国际化营运管理人才 学生可以跨不同领域全修 并透过创新商业模式的实作 及多样性的教学 建构更多元的金融领域专业资能 及实作经验 秉持国际金融人才的未来想象 研究学院将延览基于高阶金融等实物经验的国际实资 以全英语授课模式 产学双向沟通 提供奖学金 让表现优异的学生 互国外知名学府交流学习 期待在国际化的学习环境中 培育兼具创新事业 及国际移动能力之 高阶金融商品开发设计 及国际化管理营运人才 总统蔡英文表示 国际金融研究学院 是台湾第一所以国家重点金融领域成立的学院 意义非凡 藉由产官学界一起努力 将为台湾金融的人才培育打下重要基础 此外市长陈其迈指出 金融学院的成立将加速高雄的产业转型 未来我们透过国际金融研究学院 台湾可以培养更多的国际资产管理人才 能够扩大财富管理的业务规模 吸引更多的国际机构和资金来到台湾 这个产学合作 那可以让我们高雄 有另外一个不同想象的 除了我们在半导体学院 中山大学有半导体学院 那还有其他的我们半导体产业 还有我们这些相关高科技的产业 5G AIoT应用服务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能够更快速的加速我们高雄的产业转型 国际金融研究学院将结合高雄5G AIoT发展 建筑亚洲新湾区85大楼 将先设立国际资产管理研究所 并陆续成立永续金融及数位金融 为学成模组 期盼透过跨领域金融与科技的结合 培育具产业服务科技金融及资安人才 持续带动城市的创新与永续发展